所以她的孩子好臭 刚刚是以为就是没有洗澡洗干净 然后才会有这种异味 就是这个月回去的话 不进家门都能闻到那种味道 然后就发现情况不对 三岁女童明明经常洗澡 但身上还是浑身散发恶臭 母亲带女儿去医院检查 结果令人震惊万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孩子母亲陈女士所说 自己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回家照看孩子 所以一直是公婆来抚养 就在这天她满心欢喜地回家 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女儿 但迎接她的却是一股闻了 都能窒息的臭味 本以为是家里的瓦桶炸了 可实际上这股恶臭 正是从女儿田田身上散发出来的 她认为公婆照顾女儿不细心 经常散养女儿 不给女儿洗澡 于是她便拉着田田来到浴室 做了一个全面清洗 就连田田的衣服也没放过 可令陈女士难以理解的是 田田身上的臭味不光没有消散 反而还更加浓郁了许多 到最后就连开窗通风 也无法消除这种刺鼻臭味 无奈下陈女士便带着田田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先是对田田进行抽血化验 表示田田的身体并无异常 没有一味病变从而引发出臭味 这让医生和陈女士匪夷所思 难道是田田对世间万无好奇 务实了什么让肠胃不适 才会散发出这种意味吗 而随着医生进一步检查 也终于找到了臭味的源头 她是以为就是没有洗澡洗干净 然后才会有这种意味 就是这个月回去的话 不定家门都能闻到那种味道 然后就发现情况不对 女孩看似全身整整结结 但实际上却奇臭无比 母亲带孩子来到医院检查 不往的医生和病人纷纷捂住口鼻 下一秒就差点要吐了出来 母亲陈女士一脸尴尬 不停向医生解释 自己确实经常给孩子洗澡 但不知怎么回事 随着洗澡次数越多 女儿身上的臭味就越重 一开始医生给孩子抽血化验 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无奈下医生只好对孩子做全身检查 这才终于发现了病根 CT报告上清楚地显示 在孩子鼻腔里存留着一个异物 这个异物十分神秘 几乎要和鼻粘膜重合 死死地卡在鼻子中 取出来就是那种无法形容的味道 反正就是很臭的那种 很奇怪 陈女士得知真相后 内心也不由地忏悔 作为孩子的母亲 竟然连孩子鼻腔里卡着异物 却始终不知情 如果不是孩子身上散发臭味 说不定这个异物会一直留在女儿的鼻腔中 要是因此危害了女儿的身体健康 身为母亲的陈女士 估计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之后医生掏出专业工具 一番操作下终于将异物取出 瞬间手术室被一股窒息的臭味营绕 孩子身上的异物也随之消失 陈女士看到异物的第一眼 就不由地感到后怕 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记录到女儿鼻腔的呢 三岁女童浑身散发臭味 洗澡次数越多 臭味也就越重 母亲带着女儿来医院检查 才发现原胸就在女儿的鼻腔中 随着医生将鼻腔内的异物取出 女儿身上的味道也瞬间消失了 反而病房却开始被臭味环绕 之后 医生开始向陈女士展示取出的义务 陈女士见后恍然大悟 这个大概有四厘米长的螺旋状物体 和她给女儿买玩具上的弹簧一致 原来陈女士因为常年在卖奔波 为了不让女儿田田感到孤单 这才给田田买了各式各样的小玩具 可能是在好奇心的摧死下 田田这才阴差阳错地 把弹簧塞进了鼻腔里 因为凭借她自己取不出来 又无法向别人表达痛苦 义务这才一直存留在鼻腔里面 因为鼻黏膜每天都会分泌黏液 再加上外界吸入的粉尘 久而久之就开始散发臭味 对此医生也提醒大家 希望广大家长发现孩子有类似的症状后 能够及时就医不要耽误病情 时间久了 义务很有可能会引起炎症和病变 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会带来不良影响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